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明 在原来的《水浒传》当中 金圣叹一口有定朝盖的死就是宋江造成的 宋江就是杀死朝盖的凶手 但是宋江却是满口的否定 根本就不承认是自己杀死了朝盖 由于大家都没有拿出令人信服的证据 所以在《水浒传》当中 并没有详细地记载朝盖到底是谁杀的 但是在《水浒传》的序文 《财水浒》这一本著作当中 却是描写了杀死朝盖的凶手到底是谁 并且还拿出了有利的证据 在《财水浒》这一本书当中 宋江还有其他的梁山好汉 都被朝廷抓进了天牢里面 他们都在等待朝廷的判决 但是鲁智深还有武松和其他的好汉 都为他们做了朝廷军官的梁山好汉上述力保 每一位梁山好汉都在上面 签了自己的署名 但是只有无用还有林冲不肯签上自己的姓名 对于这一件事情 宋江还专门询问了官圣大刀事情的缘由 《财水浒》这一本书 就是接着《水浒传》上面的结尾续写的 很多人都非常好奇 下面的情节会是怎样的 这一本书里面回答了大家所有的猜想 龚圣孙带着梵瑞走了 这个时候陈万里的女儿 却用毒药毒死了董平 梁山好汉投奔重视道 并且梁山好汉这个时候也是到了危难的关头 因为像公主是道 就是主持收复梁山好汉的人 如果他们来收拾梁山好汉的话 那么很有可能所有的好汉都会被他们成功的收复 对于这样的一件事情 无用是主张投降的 因为当时的宋江并没有主持梁山的工作 而是无用在主持 但是对于无用的这一个决定 鲁智深是万万不能够答应的 在这种情况之下 无用就想派焦挺去招安谈判 但是鲁智深却不知道从哪里冒了出来 并且说自己要代表梁山好汉去谈判 所以无用就把这一件任务交到了鲁智深的身上 但是在鲁智深见到了主持道之后 主持道不知道和鲁智深说了什么 鲁智深并没有想屈服在主持道手下的想法 所以在主持道进行招安的时候 名单里面其他的梁山好汉名字都在上面 但是鲁智深还有武松 他们两个人的名字却不在名单上面 说明他们两个人是不同意道 主持道的手下的 主持道对于这些投降的梁山好汉 也是以以相待并且对于戴宗的神迹也是非常的欣赏 于是就给了他一个武品大官 其他很多的梁山好汉都拥有了官职 无用了解到了这样一个情况之后 也是觉得非常不甘心的 如果自己能够早点投降到主持道的手下 那么自己是不是也能够拥有官职了呢 于是无用就带领了其他的梁山好汉 纷纷投降到主持道的手下 所以在梁山上面大部分的英雄好汉 都投靠了到了众世道的手中 并且那些梁山好汉 各个都是武艺高强的人 这个时候宋江等人全部都是不堪一击的 所以就被众世道带领的人擒住了 宋江带领的剩余好汉 全部都被捉拿归案到了朝廷之后 全部都被判斩立决 就连宋江的父亲宋太公也被牵连其中 因为宋江是宋太公的儿子 宋江居然能够做出这样的一件事情 那么就说明宋太公是交子无方的 所以宋太公也应该受到惩罚 即使这些梁山好汉全部都被判斩立决 但是过了很长一段时间 梁山好汉也没有被实施斩行 其实这也是因为鲁之身还有武松等 其他梁山好汉上述力保的原因 并且对于朝廷来说 宋江等人确实没有做过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 并且他们经常为民除害 虽然说他们是作为山贼的身份 但是他们却没有威胁到朝廷 并且老种金略相公的面子是非常大的 朝廷也不好意思 立马就下令把他们给杀了 于是这一件事情就一拖再拖 其实朝廷的目的就是想等到合适的时机 朝廷进行天下大事的时候 也就把这些梁山好汉全部都给释放了 这也是为自己找一个合适的理由 把这些梁山好汉全部都释放出去 官圣揭露杀死朝盖凶手 在某一天的时候 宋江正憔悴地待在牢里 忽然听到了有人走进牢里的声音 原来是大刀官圣冲进来了 并且非常激动地喊着 宋江哥哥朝廷大赦天下 大众可以免罪了 这也就意味着 宋江等梁山好汉全部都可以出去了 再也不用受牢狱之灾 为了证明自己说的话是真的 官圣大刀还拿出了一张纸 纸上全部都是各位梁山好汉的名字 这些梁山好汉都为宋江等人上书力保 书面的内容写的就是 各位梁山好汉绝对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 如果再犯这样的错误的话 那么也是会受到惩罚的 于是宋江就在纸上找着 各位梁山好汉的名字 但是其中却没有无用和林冲的名字 于是宋江就感到非常的疑惑 并且询问官圣大刀为什么无用和林冲的名字没有在上面 是不是你们都没有去问他呢 本来刚才还面带笑容的官圣大刀 立马就收敛了自己的笑容 并且还对宋江说 你应该对于这一件事情再清楚不过了吧 如果无用还有林冲在这纸上面签了字的话 那么他们就会对不起朝盖了 但是宋江听到了观众大刀说的话之后 依旧是在狡辩着朝盖又不是我杀死的 当时我也是不在场 并且当时的剑是史文公射出去的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宋江还在大喊冤枉 官圣大刀看到了宋江还依旧在狡辩 于是就对宋江说 当时各位英雄好汉 为了揭开朝盖被杀的谜底 所以就在当时活捉了史文公 但是在史文公的装备之中 并没有看到有刻过字的剑 并且对比那一些刻过字的剑 与史文公使用的弓是不匹配的 这说明朝盖并不是史文公所杀 由于林冲在梁山也是属于元老级的人物 所以他也是有很多心腹的 他的心腹听到了两个人在争吵 其中一个人说 对方就是杀死朝盖的凶手 所以他要为朝盖报仇 他们两个人扭打到了宋江的面前 宋江听到了他们的话之后 立马就拔剑把他们杀了 当时的吴勇就在宋江的身边 官圣就讽刺宋江说 朝盖在死了之后 你根本就没有出兵为他报仇 即使史文公在还了宝马之后 你也不会出兵为朝盖报仇 听到了官圣这样的一句话 宋江也是哑口无言 等到官圣大刀和宋江说完这一席话之后 宋江回头就看到了三十多双眼睛 全部都带着仇恨怒视着自己在这一片的杀气当中 宋江呆住了 只能够低着头等待大家的处置 所以在官圣的一席话当中 我们就可以大概的了解到朝盖被杀的真相 宋江肯定是等不来释放诏书的那一天了 说不定在牢里面就会被那三十多个人给杀死 毕竟那一些英雄好汉 与朝盖的感情非常的深厚 怎么会不帮朝盖报仇呢 好了今天就和大家分享到这了 不知道大家有什么看法呢 感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次再会 感谢您的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